好 这里是阿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动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那么今天要特别跟大家来聊一聊 他怎么样用食谱串起 他跟爸爸还有跟孩子的感情 我觉得选在父亲节 这个常常被人家遗忘的一天之前 我们来谈这本书 谈这个人 谈这个情分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好 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 是镜周刊的社长裴伟 裴社长 社长好 你好 你好 其实我们是非常老的朋友了 我差点把你的小名都给交出来了 微微 不过你出了这本书 裴社长厨房手记 我们是不是好好跟大家来聊一聊 你是山东人 我是山东人 山东人听说厨房是男人的天下 是这样子吗 我不知道其他山东人怎么样 但我们家里面是 没错 所以是爸爸煮饭 妈妈在享福 也没有 妈妈平常也会煮饭 但是爸爸很乐于下厨房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成长背景很像 我在我们家也是爸爸很喜欢下厨 但我妈妈也很会煮 可是爸爸下厨的时候 我们都会黏在爸爸旁边 然后跟他学 然后他也很乐意教我们 那爸爸在下厨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常在旁边看了 你是什么样的场景开始跟爸爸学做菜呢 我爸爸他很喜欢下厨 然后他做菜的时候 因为很好吃 我会去观察 然后有时候想当个帮手之类的 不过爸爸是个很严肃的人 所以你要跟他学东西 其实是很痛苦的 你要不要先从旁边的切菜的小工先做起 先洗菜再切菜 做一个小厨 做个二厨 然后才能够晋升到爸爸的旁边 没有没有 我爸爸做菜的时候 他是一手包的 他不会说像这样子好了 我爸爸没有要教我做菜 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做菜 然后不知不觉学起来 可是我看到好像在书上 有提到爸爸比较严厉的一面 听说他煮饭的时候 是要你去挑水啊 没有啦 那是我爸爸喜欢养鱼 养鸟 你知道那个时候 三四十年前 三四十年前 那个时候养鱼是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很多设备都还没有 没有这些设备 没有二氧化碳 没有那个 所以呢 我爸爸他因为养鱼 所以我跟我哥哥 到了假日 就要去西边去挑水 到山边那个比较清的水 去挑水 然后回来换鱼换水 所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为什么痛苦呢 就叫你做一点事 你就会觉得很痛苦了吗 那你那还煮饭给你吃呢 到底是挑水容易 还是煮饭容易啊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在聊啊 就是说在你的这本书当中 其实你自己也讲 你不是美食家 你是一个记录者 所以我觉得你很想要抓住 那父亲的味道 那父亲做菜的声音 到现在想起来 最让你想念 或最让你怀念 那父亲做菜的是哪一道菜 哪一种声音呢 我爸爸他很会做菜 那我们家里面像宴席菜 他很喜欢做会海参 对 那我之所以对这道菜 很有感觉的原因 是因为我看到他 比如说他很喜欢上桌的时候 有一点气势 所以他有一次 有一次要请客人吃饭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次来做会海参 可是他嫌家里面的盘子不够漂亮 所以他这次就带着我去挑盘子 那是我第一次直接参与 我爸爸他在煮饭的过程 虽然只是去买盘子 但是那个盘子 我到现在还留着 它是个大同瓷器 也没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他就是觉得 我们要有客人要来了 然后我们要煮一道菜 然后呢 他竟然带着儿子去挑盘子 我觉得我参与了 这个做菜的过程 他真的很在乎讲究细节 对对对 所以做菜之外 你还要好的盘子去装上去 然后色香味 对对对 他是很注意这些细节的 那我之所以觉得 我这次开始教我儿子做菜 我就发现说 我本来没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只是我儿子要读研究所 然后我想说 叫他开始做菜 然后他起码在外面买回去 因为他可能会出国嘛 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的话 他们就在外面买东西回家做 比在外面吃便宜 所以我就开始叫他们做菜 哎呀 总算符合理财 生活通了 就是比较便宜 自己做菜比较便宜 对对对 然后呢 结果在做菜的过程中 慢慢开始带进一些 我自己小时候 跟我爸爸做的菜 然后我突然间发现 他们之间在餐桌上 有一个连结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爸过世的早 我当兵的时候 他就过世了 所以你的孩子 其实是没有见过爷爷的 对他没有接触过 他的祖父 没有见过爷爷 所以呢 我在做这些菜的过程中 就会讲一些 我爸爸的事情 然后呢 不知不觉中 就把我爸爸介绍 给我儿子了 这是我从来没有发现 说我本来只是 想教我儿子做菜 后来开始做一些 家里的菜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发现他们之间 在餐桌上有了连结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这样子做菜 开始有意义了 我写这样子的东西 教我儿子很详细的 做一道菜的时候 就很意外的 让他们认识他的祖父 我觉得这样串起来的 我们讲就是说 一道菜可以串起来 父子的感情 还有甚至是 祖孙三代的感情 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 另外我觉得食物 其实它是有记忆的 对 你吃过爸爸什么样的菜 然后你那个记忆点还在 然后做一个传承的动作 是啊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就像 有小时候 你刚刚问我说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菜 我在里面做了一道 就是蒜羊肉 那蒜羊肉是怎么来的呢 是你知道吗 小时候人家请吃喜酒 结果我妈妈带着我哥哥去 结果我爸爸看到我很失落 没有办法去吃喜酒 你是不乖是吧 没有被带走 通常都会带乖的去吃喜酒 然后不会乱跑 不是 你看我们家两兄弟 那他通常人家 人家那个时候 通常你总不好 全家都去了 对 只能带一个嘛 对 你就做了快半桌了 对 所以我爸爸就说 那我们也来 我们也两人来吃点好的 所以他就 他就那天跟我吃蒜羊肉 然后呢 我就特别觉得 那羊肉非常好吃 因为他感觉到我的失落 你知道 然后他就 他就 他配这个蒜羊肉 他就喝一点小酒 然后他就沾了一点酒 那是我第一次喝酒 他沾了一点高粱 让我尝一下 然后他就说呢 以后他老了 他觉得说 我能最孝顺他的事情 就是陪他聊聊天 喝杯酒 煮个菜 但是他过世的早 所以这个愿望没有达成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想他要的 也不是吃那顿饭 喝个酒 而是他希望有人 他的儿子 能够陪伴他聊天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让我 印象很深刻的一道菜 所以我觉得 常常有很多人说 你很会吃 你很会做菜 可是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当中 表现出来对父亲味道的 一个怀念 然后对父亲身影的 一个纪念 那当然父亲很会做 可是在书上看到 你对父亲是敬畏的 那你跟你现在 就是跟孩子相处 他们一样敬畏你吗 还是你跟他们相处 这个其乐隆隆呢 你们这两代 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跟我父亲相处 我比较敬畏他 因为他比较严肃 那我其实 在教我儿子做菜的过程中 我也很惊讶的发现说 这个个性是会传承的 我在认真教他的时候 我不知不觉就严肃起来 然后我很害怕 我又复制了 我父亲的那个样板 所以我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我这次 都完全没有验收 我就是教他们做 然后他们第一次做过了 第二次做我就说 那你去切切菜啊 你去炒这个前面的配料啊 然后我绝对不会要求说 你这道做的不对 那道做的不对 因为我生怕复制了原先的 你连评论都不敢评论啊 我会叫他们去尝 然后告诉我说 你觉得好不好吃 好吃在哪边 我希望这个味道是可以传承的 因为我很欣赏法国人 他们教小孩子 他们觉得吃是一个 是应该是被发扬的东西 然后因此舌头是要训练的 味觉是要训练的 懂得吃 懂得什么是好吃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常常在做完一道菜 吃完一道以后 我就叫儿子说这道菜好在哪里 不好在哪里 他喜欢什么 考试啊 对对对 然后但是我不愿意让他们 就是突然间就变得很严格起来 所以我跟我儿子的互动没有那么严肃 我自己是射手座的 但我儿子是摩羯座的 你知道 你输了 我输了 摩羯座永远比射手座成熟 对 所以我跟我儿子的互动 常常被他们说一句话说 爸爸你可以再成熟一点 我是家里那个比较调皮的 然后我告诉你 我老婆也是摩羯座 所以我是在家里面是地位最低的 你是需要受保护的小动物 是的 天哪 这么大个的山东人 在家里是需要被保护的 好生气 是那个他们认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裴社长来聊他的书 也聊他的这个美食 不过我们刚刚其实讲到 美食当然白白种 这个美食蒸修 每个人喜爱 其实都不一样的 但你说实在 你会吃 你懂吃 你会做 其实是有层次的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跟自己沟通 或跟孩子沟通 你要先能够这个会吃啊 你要懂吃啊 对 我以前带我的孩子 然后也是去人家喝喜酒 去蹭饭 我们都会带小孩去嘛 对不对 带小孩去 我儿子还跟我说 妈这个面线很好吃 其实那时候是鱼翅 因为早年还是可以吃鱼翅 他说妈这面线 所以懂吃会吃 其实真的是很重要的 然后再会做 你觉得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层次吗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懂得会吃 懂得他这个食物到了你的口中以后 你去感受这个食物好吃在哪边 然后慢慢就想说这样好吃东西该怎么做出来 那我觉得我很喜欢做菜 那我也愿意教我儿子做菜 因为做菜本身是很好的一个训练 为什么很好的训练呢 因为做菜是要准备的 没有天生的大厨 一定是准备好的 就说你看 你要一道菜好 你必须要去市场挑出好的食材 然后新鲜的东西实定的东西回来 你去想他应该要怎么样呈现他的美味 所以你要准备你要切 你要把所有的配料弄好 然后真正上厨也许是那几分钟 有的要长炖 有的要快炒 真的 但是真正东西在那个准备 你要全心全愈对待这个食材 它才会好吃 那我觉得做菜这件事情 就是让你去认真对待 你现在要做的这件事情 那你在厨房里面 跟你在餐桌上面 如果你在厨房忙了一两个小时 然后一上菜之后 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吃完了 请问一下你的心理会怎样下 你的情绪有没有任何的起伏 不会啊 我觉得如果我准备很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他们很快把它吃完 我很满足 你看 这是你看爸爸跟妈妈不同的心情 会想老娘煮这么久 你们这么快就给我吃完 是什么意思啊 对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好吃 他们就会 你总部话 你煮了半天上去 他们慢调 吃两个不吃了 那你不是更沮丧 那我问你 你在厨房做这些事情 做菜的时候 你最讨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最讨厌发生什么事情 我是一个计划型的人 我最讨厌发生就是突然间有什么事情 他们这顿饭取消了或不吃了 或说我们 你可以叫我们去啊 你可以叫我们去啊 你没有电话吗 我有电话 对 我就觉得在厨房当中 你觉得最讨厌人家跟你说什么 那个不要用炒的啦 我喜欢用那个清蒸的啦 那个不要炸了啦 不会 这个事情在我家不会发生 因为我在厨房是很霸道的 他们通常我太太啊 我儿子都不会对我今天要做奶道菜 有什么意见 顶多之前 他们会说像我儿子 大儿子不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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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不是双胞胎吗 双胞胎 可是呢 我大儿子不吃鱼 他有理由的 因为他说 可能是因为我太太好 他怀孕的时候 他常常晚上半夜就会说 我很想吃麦当劳的鱼饱 然后我就去买鱼饱 我大儿子就听到了这个理由 他就说你看吧 就是因为你小时候 吃太多了 吃太多鱼了 所以我现在就对鱼 我就感觉上还在怀孕一样 我还在羊水里面 可是他们吃双胞胎 那另外一个吃不吃鱼呢 另外一个喜欢吃鱼 你看吧 对 所以另外一个就说了 吃双胞胎也不一样 另外一个就说了 所以吧 我就是那个被欺负的 我在怀孕的时候 都是被哥哥吃掉了鱼 所以我现在很渴望吃鱼 对 那你怎么样讨好呢 要讨好太太 要讨好这个不吃鱼的 那个要吃鱼的 我就会这样做 所以我通常在煮饭的时候 通常就是像我会买很多鱼 但是如果今天是吃鱼的话呢 我无人会也会让我儿子吃一点 但是他会有别人的菜 我会做两样东西 哇 都考虑到了 对 都考虑到 这真的是好爸爸 不过说实在 你会吃 懂吃 你还跟很多名人一起吃 当然爸爸之外 还跟很多名人一起吃 请问一下 名人都吃大菜吗 都吃这个蒸羞 然后真的吃得非常的奇珍异寿吗 倒不会 我发现说 其实这些真正有钱人 不是那种突然间有钱的那种 他们其实吃饭 倒不是你所想象的 一定要去非要什么鱼翅 什么什么不吃 他们反而希望吃的东西 是寻常食材 里面追求出来的美味 所以我觉得他们不是像 好像一定要满满的一桌菜 然后什么东西都有 一定要最好的东西 他们不会 他们希望就是刚刚好 像我也在聊天时候 有跟你讲过说 像以前孤家他们请吃饭 他们就是很讲究的 就是客人的需求 刚刚好就好 他们会事先先了解 你什么吃 什么不吃 然后他们会像西园医院的院长 林子安他跟我吃饭的时候 他会事先先问我说 我喜欢什么样东西 然后他有很多好的酒 这个酒该怎么搭配 它是非常客人为上的 你就会发现说 跟这些有钱的企业家吃饭的时候 你所得到的待遇并不是说 你一定会吃到几头包什么的 不是 反而是真正对食物的尊重 你吃你满头包 对 吃几头包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欢迎回来李财生活通 我常常举的例子 就是我很爱吃辣 我一个朋友很爱吃甜 他是蚂蚁人 他说好吃的我都觉得不好吃 可是我说好吃极了 他又说辣死他了 对 所以我觉得不是食物本身 而是我们心里的那个分量 跟心里的那个味道 所以我就会想象到 我们的父亲或母亲 或者更上一辈的人 我觉得这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我们吃饭 常常会跟朋友一起吃 你也跟一些 非常多的名人一起吃 有没有哪一些 你吃跟名人吃哪一道菜 会让你觉得很印象深刻 像你知道我们都是记者 那个时候 我在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 就是我跟孤林松 他介绍我去吃的那个牛尾汤 因为那个采访 是一个很重要的采访 就是破冰之旅 李登辉去印尼 去泰国那次 所以他不是在台湾吃牛尾汤 不是 是在印尼 是在印尼巴黎岛 巴黎岛 巴黎岛的一个 巴黎克利夫 这个饭店 那个饭店很棒啊 有一个 这个悬崖的游泳池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是财经记者 那我就负责孤林松这个部分 然后我就反正就跟着他在房间 吃香的喝辣的 没有没有他都很忙 他一会儿要照顾这个 又要照顾那个 我就在他房间里面 好像隐形人一样 他忙完以后突然间说 培伍你怎么还在我房间里 然后说吃饭没有 我说没有啊 他说走 我带你去吃好吃 他说这一家 这一个饭店里面的牛尾汤一绝 那他就带我去了 那是一个印尼神殿的名字 结果就吃到我认为最好吃的牛尾汤 我连吃了两碗 你食量真大 我后来还带人带人家去吃 后来我记得我在脸书上写出来以后 孤中亮就说他爸爸也带他去吃过 那真是好吃的牛尾汤 对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食物 他会串起很多 回忆 对很多回忆很多感情 就是你说 我那次的采访有很多重要新闻 但是我说起来也蛮无耻的 我只记得那个牛尾汤 无耻 你能够这样子说自己 我也觉得蛮了不起的 记得吃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对我就记得那个牛尾汤 非常浓厚的一个牛尾汤 对 你后来有回来自己想要做过吗 有 对我后来就是 就是做了 觉得它好吃 我后来想 再次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想到那个牛尾汤 然后我就把它做出来了 你真是天赋异禀 有时候我们很想吃的 我们也不能复制出来 那是因为我的 我一开始当记者的时候 不是跑政治 我一开始是跑美食旅游 我是在商业组 那是超级超级有趣的 爽缺 不是爽缺 那很辛苦 我一年就胖了20公斤 那是爽缺吗 要不要你也来当 就那个时候我当我当记者 然后呢 刚好台湾重要的几个饭店 不管是精华 那时候是历经嘛 不管是西华 不管是 都吃便宜 当时刚开始要开幕 所以呢 不是假命 他们希望我们去试吃 所以我天天去试吃 就吃便宜啊 然后我去试 一天吃40道菜 你觉得那个是享受吗 虐待 对 然后呢 然后我不是向人家试酒师 喝喝把他吐掉 我真的把他吃下去了 结果我吃了以后呢 我就会对这个东西记起来 然后我会现场跟这些厨师讨论 你会讨论啊 我会去问他 那他会告诉你那个一点诀吗 江湖一点诀 他们会告诉我这些诀 可见你不就不是竞争对手吗 所以我就自然自然的 对这道食物记起来了 对 所以我很习惯的把这个食物记起来 原因是因为我吃过去以后 我当场有跟这些厨师讨论 有这些讨论 而且他们也因为你不是对手 也愿意请郎享受 然后这些人 现在也都是某些饭店的大厨 然后呢 我这次在写这些时候 我怕我的记忆力有点失常 所以我还会打电话问 我那时候吃了那道菜 是不是这样子的做法 他们也愿意告诉我啊 像我这里面写的那个 那个台数的牛小排 就是这样来的 我就是想说 你知道我有压力了 因为我后来我的 我在脸书上随便教儿子写的东西 被我们的副总编辑拿去都做专栏了 对对对对对 我自己 我自己就被要求 我有解稿压力了 我就想说好吧 既然变成了金座开的专栏 我是不是要弄一些特别的 有一天我跟台数的总裁 王文渊吃饭的时候 我就很不好意思的问他说 那个台数牛小排的食谱可不可以给我 那个是不传之密 对对对 他也惊讶 他也认了一下就说 这个东西我问问看吧 我从来没有问过 后来第二天 他们之前有一个 就是现在的以前的总经理 现在他们的最高顾问杨兆林 他就告诉我说 他去跟那个长庚球场的厨师要了 就竟然有这个食谱 有这个食谱是怎么来的你知道 当时是三娘的 对三娘的食谱 当时蒋孝勇去那边打球 喜欢吃他们的台数牛小排 跟他们要了这个食谱 然后呢 他们也从来不写食谱的 因为蒋孝勇要就把它写下来了 就给他了 他就他还告诉我说 蒋孝勇从此之后就不去打球 他们就他就回去让厨师做了嘛 那我就他们就意外的给我这个东西 但我就我就依照这个风声做 我就发现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他们里面没有想象 外面想象的那些很奇怪的一些配方 就是很很正常的一些食材跟香料而已 然后呢 我也不好意思把他们的什么功课数 我只是按照这样子复制之后呢 依照我的经验把它写出来 按照这样做 绝对比外面所说的 你要是什么号称的台数牛排好吃 好吧 为了牛小排我就买这本书吧 你是不是还要跟我们分享江玉衡啊 很多人喜欢他的歌啊 他很会做菜啊 对我因为有朋友介绍我跟江玉衡熟 我还跟他录了一些歌了 哈哈哈哈怎样 不要录切掉 现在直接切掉就不要录 现在就开始放歌 然后呢 然后他请我去他家吃饭 我发现他的老婆小凤姐非常会做菜 然后他有开过餐厅啊 他有开过餐厅啊 你吐了你怂了你熟了 我不知道可以吗 我就是 没关系啊我们是去餐厅吃啊 你是去他家吃啊 我们今天访问就到这边了 谢谢陪社长 然后我跟你讲 他的几道菜 不让你讲了 我们要先进广告 好了 我等一下再讲 哈哈哈哈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陪委陪社长来聊一聊了 刚有聊到这个江玉衡啊 其实我们刚一直讲 就是说我们要记得我们家里的味道 不管是爸爸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我也一直希望就是说 这个味道应该是被传承下去的 不要让你的孩子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哪个餐厅的什么菜 那你家的在哪里 对家的味道到底在哪里 家的分量到底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江玉衡让人好深羡慕啊 我们只能去他的餐厅吃饭 你可以到他们家里面吃饭 你觉得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道菜 我一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胡椒杜片汤 因为你知道吗 江玉衡是韩国华侨 对 他太太小凤姐呢 她是客家人 哦也很会煮哦 他当时就是要叫他唱歌 然后呢 骗着他 然后呢 他就说他歌没有唱 反而为他煮了一辈子的菜 然后呢 也因为这样子 你看后来江玉衡不是后来 现在也是马来西亚的拿都吗 对 所以呢 我为什么会对这道菜有印象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刚好代表了这个桥香的一个演变 胡椒杜片汤是当时 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人 就是去东南亚 对 对的华侨 然后他们当时带了 当时最好的东西就是胡椒香料 很贵 带回他们的家乡 带回广东 然后呢 当时广东呢 是吃酸菜的 所以他们就用酸菜 肚片 配上珍贵的胡椒 煮了这个胡椒肚片汤 结果这些人在家乡吃了这个以后呢 回去 他们怀念家乡的味道 他们怀念什么 怀念那个酸菜 可是呢 他们这边是 在这个 在这个广东这边呢 是酸菜为主 胡椒是一点点配料 回到马来西亚以后 酸菜变成配料 胡椒为主 因为他们原本大量生产 对对对 但是这就是把这个味道 从桥香 从这个广东 带到马来西亚 所以你在马来西亚 你看到很多摊子上面 都卖胡椒肚片汤 然后都一个一个的这个猪肚 放在那个地方 我在马来西亚吃过 胡椒味非常重 非常辣 对 非常重 但是它原先在广东的时候 它是比较酸的 可是到了这边是比较重的 好 然后我在那天吃到的东西 就是两样中和了 刚刚好 它是一个中和体的 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味道是这样子传来的 你看 每一道菜 其实都有个故事 然后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最怀念家里的哪一道菜 你可以在粉丝团上面 跟我们分享 其实对 我看了你的书 我觉得很多菜 都是我好怀念 比方说我妈妈 其实最拿手是狮子头 要捶呀捶呀捶呀 有一天我妈妈跟我说 我说妈 你的狮子猴变小了 我妈跟我说 我老了 我捶不动了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 有一点 对 有点酸酸的 对 我这里面也有一道狮子头 你知道吗 当时我跑行政院的时候 郝伯春院长 好贝贝 好贝贝 他亲手做的 哇 那他一定很有力气 他是摔 他是摔 对 他说 一定要摔 对 一定要摔 那个肉 他才有劲 对 他才能够 成功着有劲 我以前不知道 狮子头除了剁以外 还要摔 要摔呀 对 然后他那个狮子头 好大一个 对 我们家就是大的 对 好大一个 所以当有一天 变小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妈妈老了 可是我也跟他说 妈 现在年轻人都吃 吃的不用那么大 小一点好看 秀气 其实我是觉得 我心疼我妈妈老了 不过我家的狮子头 不是郝伯春的狮子头 它是小的 我们过年的时候 一定会炸 我没吃过 穿丸子 穿丸子像炸丸子一样 然后每次还没 还没开始炖白菜 就被我吃 差不多偷吃光了 因为边炸 就会边吃 对 那最好吃的时候 我们也很喜欢这样子 就是小时候 都是喜欢围在厨房 可是我们不是学做菜 我妹妹就很会做 我就很不会 因为我就是 那个投机分子 就是专进去 就是为了吃 我知道 你看 你看这次奥运 很多选手回来 他们想念什么 想念家里的美食 对 他们不是想念 哪一个餐厅的美食 对 他们想念妈妈的味道 对 有人就告诉我说 他只想要吃一个鸡蛋面 就这么简单而已 对 对 他就想吃 你看那个 那个林翔配那个林 他就是想吃鸡蛋面 对 对 你看 就说他吃的并不说 我一定要吃豪华的什么 什么鲍鱼啊 什么的 所以家里面的味道 非常重要 非常需要传承 对 所以你不要觉得 你不会煮 其实你认真煮 我常觉得啦 你能够给家里的 第一个就是健康 像我们在洗菜 你说煮菜的时候 最麻烦的其实是洗菜 你要洗多久 对 你要洗多久 然后你还要清理 你不要说中间 做的那一段好了 你后面还要清理 你要付出多少的心血 多少的爱在里面 是啊 像你也很幸福啊 现在你家里 都是你儿子做菜 每个都这样讲 我真的很委屈 你知道吗 因为我儿子做菜的时候 我会帮他拍嘛 请问老娘做菜 会有人帮我拍吗 而且你儿子做菜 你是不能挑剔的 但是你做菜的时候 他会挑的一大糊涂 对 我们家也是一样的 对啊 很多人说 你现在都好命不用煮了 我说 有我还是有煮啊 那你怎么都没有破脸书 我说 我煮饭不会有人来拍我 对啊 那就觉得妈妈应该是煮饭的 对 那我们来聊聊看 就是说你今天也可以教我们一下 你自己 比方说家里的 祖传的小菜 我觉得就是 也不说小菜 就是说 简单的菜 不要太复杂的 我觉得很有趣 你那时候不是还有做过 那个周杰伦的 那是在享宴 对我们一起吃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那道菜很好很好做 其实很好做 原发是陈师傅 对陈师傅 对陈师傅 然后呢 我那次吃觉得又简单又好吃 但是对对很好吃 对不对 那个就很简单 那个就是龙虾 对切 然后在铁板上面 好炙烧 然后把把酒啊 把那些香料用上去 然后然后就好了 然后然后 然后你的意思就叫 我们买书看就对了 然后然后 你看就不讲配方 配方 我在书里面讲的 清清楚楚啊 就是薄荷啊 番茄啊 洋葱啊 对对对对 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 所以你看他要有创意 就是说你要持续的守住 某一种的传承 比方他的新鲜 他的食材 可是你要做一些创意 对像我就觉得 像以想宴来讲 我吃过他最好吃的菜 是他做他妈妈的那个肉羹 你知不记得 我那天吃都哭了 对竹笋肉羹 好好吃哦 因为他的竹笋肉羹 他的竹笋是苦的 对你知道为什么 他一开始要复制 他母亲的味道 他发现复制不出来 后来想到他妈妈减省 好的竹笋都卖了 只有不好的竹笋呢 放在家里自己吃 对 所以那个苦味 他一开始没有体会到 后来他体会到 那个妈妈的那个 那个味道 竟然是那个竹笋的苦味以后 他就掉泪了 对不对 对就妈妈就是节省 所以那才是真正的 妈妈的味道 待会要告诉你 陪家的私房小菜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跟裴伟 陪社长聊他的书 陪社长厨房手记 我们po在粉丝团上面 让大家同步能够看到这本书 我们就像听众朋友讲的一样 这本书其实就是生殖在心 浓浓的父爱跟母爱 就是我们希望是基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陈师傅 我觉得他那个笋子 就是因为苦了 所以比较便宜了 可是妈妈因为舍不得就买了 对不对 买了以后煮下来 其实我们爱的是这种不完美的完美 对 对也许就是为了要省一点钱 可是那样的不完美的完美 才是我们自己记忆当中 最深的那个味道 对 那我们接下来是吧 请社长跟我们聊聊 就是你跟我们介绍一两道 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的 你不要跟我说要发海参 不要跟我说要捶狮子头 有没有一个就是我可以做到的这个菜 而且看起来算是大菜 你不要跟我说青草豆芽 这个就不用了 谢谢 对 我想就介绍一个熏鱼给大家 熏鱼不容易 熏鱼其实看起来不容易 它其实很简单 你就是你如果像我家都是用白苍鱼做 白苍鱼切片 然后用椒盐腌过了以后先炸 炸过了以后炸到金黄色 就取出来 重点在后面的两道步骤 两个锅 一个锅是平底锅 你就倒进冰糖 去炒它 炒化了以后 焦糖化以后 加进一瓶醋 整个醋下去 让它融掉 是黑醋还是白醋 黑醋 是镇姜醋 那一类的醋 那一类的米醋 然后倒进去以后 让它化掉以后 你不用害怕醋 就醋跟糖而已 就醋跟糖而已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醋挥发掉以后 它会变甜 它不是酸的 然后这时候 把炸好的鱼片 就放进去 你放进去以后 翻面再放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锅 另外一个锅 这时候只是让这个味道 让这个醋的甜酸味 进去鱼肉里面 要进吗 要开火吗 要开火 开小火 小火 小火 然后让它静一下 然后这时候 另外一个锅 干锅 像中华锅 你会说那种中华锅 干锅放进茶叶跟糖 然后让它冒烟 对 茶叶跟糖 红糖 那个洽刷 对 然后之后 一个铁架放到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 这边的鱼肉拿起来 已经进过了 放到上面 平铺在上面 然后盖锅 盖锅 你让烟熏五分钟就好了 五分钟 五分钟就好了 只是让烟的香味进去而已 不用酒 你就是让它盖锅 让它冒烟 让它熏一下 然后就拿起来 这就是 这就是熏鱼 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茶叶是什么茶叶都可以吗 什么茶叶都可以 什么茶叶都可以 我妈也会熏 她以前还有铺报纸 对 那有的人用草鱼 草鱼 草鱼我就怕它的味道比较浓 我也喜欢苍鱼 对 但是你用什么鱼都可以 就用这样子的步骤做 对 熏鱼的话 其实冷菜都可以吃 可以吃 而且算是大菜 因为人家会觉得是手工菜 对 但它其实过程非常简单 好简单 对 就是炸过 好 净料 好 熏 好 如果要学其他他的菜 你可以看他的书 不过我今天其实要echo一下 我们节目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 除了是父亲的感情之外 我觉得一个比较辛苦的 年幼时期 我觉得是OK的 那我们也在最后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你其实有一段时间 是在跑船的 因为要实习 对 那跑船当然是辛苦的 你当然是最小的一个 可当时你也在 印度吃了一个菜 对 然后后来我看你最近有在复制 其实当时那样的心情 应该是孤单寂寞的 对 是落寞的 对 可是那时候美食 给你什么样的疗愈呢 那时候美食给我疗愈 就是说 我还活着 对 我讲过 我进了那个印度餐厅 是逃进去的 因为好多小孩 小孩跟我要钱 叫爸爸 对 那时候我其实 那你就要反省了 检讨了 我从来没有遇过这个情形 所以我逃进了那家餐厅 坐下来 惊魂未定 对 点了这道菜 然后上来以后 那个姜汁的味道 如此的浓厚 那个烤鸡 太好吃了 我突然就 重新活回起来 因为船上的辛苦都忘了 对 然后又是在 就操作恒河 那是一个非常艰困的河 然后你会觉得 尤其在印度 你会觉得 人生的完美跟不完美 都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白天是非常漂亮的 到了晚上 那些穷人 那些游民 就挤在那些街道上面 就躺下来 一个安身的一个铺位 就是好像那天 最幸福的事情了 对 所以在那个地方 我吃到那样的美味的东西 我觉得 好像带给你 那个食物带给我的疗愈的 那个感觉 是非常非常浓的 对 而且就是说 在这个船上 然后这个惊心动魄的 然后下了船之后 一个又孤单寂寞的 然后一群小孩又叫爸爸 又不知道当年犯了什么样的一个错 是是是 你们跑船一定有乱搞 没有 我问的好直接 可是后来我看你复制这道菜 就是优格 然后腌制一下 对 它非常的健康又入味 所以你想想看 我觉得今天就跟大家聊 就是食物它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家的味道 然后有父爱有母爱的一个记忆点在那里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本书当中有很多你的故事 还有很多我想是每一个人的故事 然后最重要的 我们觉得家的味道是一种不完美当中的最完美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你最后还没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 没有我只是要告诉听众 夏英芬专访我的时候 她已经掉泪了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们听众朋友都知道 英芬姐超没用的 对她已经掉泪了 她我有点不好意思 我是想说你怎么有这么多小孩 对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我其实我们节目很多年费人都知道 我们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传承家的味道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就是你最记忆当中你想吃的味道 在你开心的时候 在你不开心的时候 那个味道可以抚育你 我觉得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 我已经吵着我妈说一定要吃 我妈说你自己不会学着做 我说我就是做的不像 所以我觉得有妈妈在真好 真的 对然后像这样即使你爸爸不在了 可是我们用食谱然后来记忆爸爸 这个很棒 这本书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也谢谢我的好朋友裴伟 陪社长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